精致的动画和平滑过渡是现代移动应用设计的核心 从性能方面来看 这些东西可能使你的用户拥有美好卓越的经历 很容易忘记它们让你花费了什么 我叫Cole McAllis 写高效的Android应用 以简单的理解Android系统里正在运行什么的步骤开始 此时你所更新的是试图的可视化属性 记住在你的设备上画些东西 Android一般需要转换全部的高级XML语言 为一些GPU可以接收并且用来呈现到屏幕上的语言 这是在一个叫做显示列表的内部对象帮助下完成的 该显示列表基本包含了全部在GPU上显示试图所必须的信息 它包括了任意可能会被需要的GPU居住资源 同时也有要OpenGL执行的一系列指令 当需要呈现的时候 试图第一次需要被创建的时候也为之创建了一个显示列表 而当我们需要呈现试图到屏幕上的时候 我们通过提交它的绘图指令到GPU执行了该显示列表 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再次呈现该试图 比如如果它是在屏幕上位置变换的 只需要再执行该显示列表一次 然而在未来如果试图的一部分可视化部分发生了改变 这个宝贵的显示列表可能不再有效 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回去重新创建显示列表 对它再次重新执行以更新屏幕 但要记住 任何你的试图绘画内容改变的时候 它会重复这个重新创建显示列表的过程 对其进行重新执行 以显示到屏幕上 过程结果表现会有不同 取决于报告的实际复杂情况 也取决于该视觉变化的类型 同时还有其他的对成像管道的影响 例如我们假设 消息框突然增大了两倍 造成附容器在更新它自己的大小之前 重定为了其他同级试图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更新了一个试图 而且它同时与其他需要完成的工作机连在一起 这些类型的视觉变化 要求对成像管道发生 进行额外的阶段 看当你的视图大小改变时 就会开启测量阶段 它将穿过你的视图层级 询问每个视图心的尺寸是多大 而且如果你改变了东西的位置 请呼叫请求布局 或如果一个视图组 重定位它的孩子级视图 会开启布局阶段 便利层级 然后计算出所有东西应该在的位置 而你需要知道的是 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时间运行 而由它们自己来可能不是有效的 当突然有大量试图变得失效 或被重定位 这将触发一个巨大的效能消耗 就是说 为了提高你的成像的整体系统性能 最小化布局中的失效性 真的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 当然你会需要一些方式 得到关于你的问题 会在哪里出现的更加具体的信息 首先你可以通过在设备上 打开配置GPU成像工作 对你的成像通道 哪个部分有问题有更深的把握 这将提供给你一个便利 一目了然的关于创建执行 和你绘图通道处理部分 所花时间的试图 第二 你可对你的应用里 发生了什么类型的失效 有个把握 通过打开展示GPU试图更新选项 发生在你的APP上的任何时间点和无效 你会看到失效部分暂时闪出红色 这将帮助你理解 你的屏幕哪个部分是无效的 甚至是最简单的动作 第三点 确保你是在使用层级试图 不断查看你的试图层次 并努力使它保持尽量扁平 尝试去除任意多余的试图 这将帮助减少布局过头 和当它们真的发生时的测量阶段 但这只是开始 更多如何减少失效的信息 压扁你的层次结构 并且使用硬件层次 查看Android Performance Patterns 内容页面上的自愿的其余部分 而且不要忘记加入Google社区 以获得更多提示和技巧 所以保持冷静 配置你的代码并且总是技术 性能非常重要